你憑什麼要天天做和尚 為什麼要天天做和尚 紅頭文件在哪 在國內說句不好聽的 那就是近似於坐牢的一個狀態 習近平二十八之後 他領任之後就很多人 就希望破滅了 總是以為今天是最大的天 今天會好 結果發現明天可能會今天分岔 想空了以後 如果再不走了 那儘管就再在高野 我們當時決定的是從俄華多爾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非法入境 這樣的就穿越一直走到美國 一定要讓大家意識到 要造勢你自己的一個權利 沒有什麼人喜歡背景理想 都是迫不得已 在這兒是比較安靜的 不受到任何的政治上的壓力 就像背景理講的 我身本無鄉 心安是歸處